在大家看了柯振东的眼泪之后 我方的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更正视一下呢 这两万往来现在是这么的密切之下 相关的法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人道探视包括等等真的有点太模糊了 中间怎么样定义好像随着个案也有一点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关切 人权是不是随时可能因为人到对岸去了就消失了 这问题其实很严肃 该怎么做呢 除了保障台商之外 我们台湾民众还可以争取更多的保障吗 其实现在我们陆委会在各大陆谈的时候 有想要加强这一块 尤其是两岸两会设立办事机构之后 他有一个人道探视 然后他们也希望加强机制 就是说希望大陆能尽快 就是如果我们台湾人在那边 遭到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的时候 可以尽快的通报让他的家属 或者是台湾这边的人知道 可是大陆那边的讲法 据我所知他们是说 就是刚刚我说的 因为大陆的服务员太广大 然后他们有层层的一个机制 他往上报他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他们也在努力 然后我们台湾这边也希望能努力的改善 就是造成 就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保障 台湾人在大陆的人权跟人身安全 不很显然就是这个谈判的速度脚步 真的还要再加快一些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间有很多的障碍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 希望人权能够获得保障 可是我也要讲一声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大陆你是奉公守法 尽量就是说你是不去触犯他们法律 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柯正东这个案子 我是觉得说他如果不去碰涉毒 他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确实 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教训 也是对很多的相关的问题 做一些更深入心思的时刻 谢谢丽娟到现场来 谢谢